哈喽大家好,我是粤鱼,很开心又在我的频道跟大家见面 首先还是非常谢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那也非常的希望每次我在这样的频道出现的时候呢,是自由的 我希望自己是自由的,我也希望你们是自由的 无论是所谓的三维世界的自由,还是我们灵魂上的自由 我都期待是一直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更希望的是我的每一次的分享或者是占卜的题目 可以为大家来做服务之外呢 我也希望在我的影片当中可以一直陪伴着大家 如果你也是走在灵性道路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感受啦 或者遇到的一些对你来讲比较特别的事情的话 在你的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分享 就跟过去的我一样 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开你自己的YouTube频道 或者你可以写下你的日记 或者你也可以在我的留言区 或者是写信给我 可以一起做更多的分享跟交流 但在这些分享之下呢 我希望大家是用很多的光明的心 还有就是很多的诚意来做这样的分享交流留言 跟所谓的能量交换 我觉得这样子的频道对大家的心灵成长跟灵魂的迈进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我一直以来呢 都是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 很自由自在的在做分享 跟真的喜欢听我说话的人 或者说真的觉得跟我比较频率比较契合的朋友们 自然我觉得你们就会找到我的频道 或者是有朋友告诉你们我的频道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觉得比较舒服的方式 对那我觉得真正在看我这个频道的人 我相信是真的是对我分享的东西 或者对我说的这些日常 他们就是你们是有兴趣的 因为我的频道 我不是做给所谓的要追求一些点阅率 或者是追求任何所谓的名利 这样子的频道 我是希望我可以分享出更多 第一个是我自己的生活记录 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记录 还有我对所谓的未知世界 还有就是我从小到大看到的 或者感受到的 或者是遇到的事情 无法解释的 我可能自己就会想要简单的做分享 因为其实我发觉呢 是否会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或许你们不敢说出 你们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啊 或者是听到的一些 别人无法解释的事情 那你可能身边真的也没有朋友可以讲 因为这个在于别人相不相信 但是可能我们真的遇到了 对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我的平台里面 你们可以留言 任何都可以 只要是善意的 然后是做一个良性的能量交换 然后来分享更多 或许你看到的世界 也让其他的朋友知道 其实世界的面向也不止一面 那空间呢 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个空间 这个是我非常的深信 也非常确定的 好咯 那谢谢你们听我讲到这里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我这两天看完的 送行者的日常对话 那这个片子呢 它其实算是一个纪录片 那它在内容写的 记录的就是位于西班牙的某一个小岛 人口只有八万人 它里面记录的是 从事殡葬业者 跟所谓的 他们就叫送行者嘛 那他们比如说 日常的对话 就他们怎么去做这份工作的 还有就是他们的流程 比如说接到所谓大体的流程 跟他们的家人 是怎么去沟通了 这整个丧礼的过程 大概它是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那我自己看完之后呢 我自己也想要做一个分享 跟做一个我自己的记录 那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继续听下去 那它在这个片子当中呢 它里面大概就是 我觉得它的画面让我感觉是 因为它是在西班牙嘛 所以它的画面让我呈现的一定是在国外 那它的画面让我感觉到的是比较多的是 神圣跟安静 还有就是花 他们用很多的花来所谓的追念 纪念 祭祀他们过往的亲人 那它这个里面的纪录片呢 我大概阐述一下 它简单的一些镜头 让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比如说一个家庭 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故之后 他们亲人的遗体 要做一些所谓的丧礼嘛 那他们就会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算墓园 对这个地方 然后有相关的单位 会有相关的人员 会跟这个所谓发生事情的这个 这个家庭去做一个沟通啊 讨论啊 那他们会去就是有点像顾问的角色啦 咨询顾问的角色 那这个角色呢 这个咨询顾问这个角色呢 他就会问这些家人说 你们希望你们的家人是举行怎么样的仪式啊 或者是丧礼啊 需要 需不需要有乐队啊 那乐队需要几个人啊 那他需不需要穿西装啊 还是选择白袍啊 那就是这些问题 他会提出来 然后会跟家人们讨论 就是跟那个一顾的家人们讨论 然后他们家人就会 在这个谈话当中 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就是他们就会 可能有两三个家人去嘛 对不对 然后就会跟这个所谓的顾问 咨询在谈 我觉得有点像台湾的那种礼仪社这样子 然后就叫礼仪社好了 那他们就会问说 那你们的这位亲人要穿西装吗 还是要穿白袍 那他们家人们的对话就会 就会呈现了就会说 那可能这位父亲生前爱不爱穿西装啊 或者喜不喜欢穿白袍 他们的对话就会很多是 在追忆他们这个亲人 他过去在活着的时候喜欢穿什么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话呢 对我来讲这个片段的对话 它是一种追忆跟想念跟一个回想 那他们可能就会 大部分我看到是选择蛮多是西装的 那这个都是要计费的 那还有就是他会问说 那他的信仰是什么 那在这部片里面 我看到大部分他们里面的信仰 是很多是基督教的跟天主教的 对可能是外国人吧 比较多 毕竟也是比较多基督教跟天主教 那他也会问说 那你们的棺木要选择什么样子的 那他也做得很专业 就会拿很多个那个行路给 那个这个这个家人们选择 那他也会问说 那如果你有信仰的话 你要不要有耶稣的那个样子的 在那个棺木外面 或者不要的 他们就会问蛮详细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跟东方的宗教 其实也是有一点 其实是差不多啦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这样看下来是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他们 这部片让我呈现 让我看到呈现的画面是 他很庄严 然后他所 所谓 所谓他们有仪式嘛 就是他们会请乐队 那乐队的话 他们大部分都是唱圣歌啊 或者是圣母歌啊 类似都是跟基督教 基督教跟天主教有关的 那我觉得在片中有听到 他们的乐队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蛮神圣的 然后蛮有那种 安宁安静的感受 我自己是这样子 然后还有我看到里面 就是他们就是会问说 那他们这个家人 是要给他火化 还是土葬 那他们也会在进行讨论 因为有的家人 他们会讨论说 他们的家人生平的时候 就是还活着的时候 就很怕火的 很怕火的 他们就可能不会让他做火葬 对 那 那 其实在 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其实我自己 也会想到我自己 就是 我如果以后要 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我大概想要选择 什么样的方式 对 我不晓得说 呃 你们在看这部影片 或者在听我说这段话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自己 或者说 有些比较不忌讳的长辈 会不会跟你们讨论 对 像我自己的母亲就 有跟我讨论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 要 要 人 就是要讨论的这个人 他要可以接受的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 这很忌讳啊 什么的 那 那 但是有的人对于生死 是看得很平淡 也 也愿意去面对 跟做准备的 我觉得是更好的 对 我觉得是更好的 免得到时候 事情来的时候 人总是 人生总是无常 免得是手忙脚乱 然后也搞不清楚 这个人到底 他想要自己 他想要怎么去安排自己的 的 最后的那一个仪式 对 我觉得 其实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想 我觉得 如果你也可以在活着的时候 你可以很 很慎重的去想 你到底要怎么 用什么样的仪式 来离开 这样的 最后这个旅程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 我反而 我反而觉得 你自己会 有所准备 也让 在世的人 为你有所 做更好的准备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完善的事情 对 那还有就是 我看到这部片呢 我看到里面 他们也有 就是有火葬啊 土葬的一些仪式 他们都做得很简单 然后里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镜头是 他们有帮大体化妆啊 还有一些 有些大体 它是可能是意外身亡的 所以它的 遗体本来就不是完整的 所以他们会 所谓的大体化妆师 就会 他们是真的很专业的 他们懂得 怎么去 做你的一些内脏啊 让它看起来是 像真的一样 或者怎么去修容 这个不是只是靠化妆而已 他们还很多的一些 医疗啊 他们要懂很多的医疗 还有一些化学成分 去做 比如说很像眼睛啊 或很像手啊 很像什么器官的 再把这些东西 完成品摆进去 让你的遗体 看起来更完整 跟让这个遗体看起来更 庄严完善 我觉得这个工作 也真的是蛮伟大的 然后再来是 我觉得他们是要有相当的专业 才可以知道 要怎么去完善 跟做这个所谓的器官啊 或者是遗体的补修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专业 然后他还有就是 他们对遗体的尊重啊 敬重啊 还有就是看淡生死啊 我觉得在这里面 送行者的对话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有去聊到啊 或谈到 我觉得很日常的对话 但是我觉得很庄严 然后很 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做一个 很神圣的工作 是因为他们就是 为活着的人 做了到死的 就是送了那个最后那一趟旅程嘛 他们就是完善 这个最后这个旅程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是 也是对我来讲是蛮伟大 跟蛮神圣的 然后在里面我还看到就是 他们做的仪式啊 就是我觉得也是有那个做类似像花圈啊 那种跟东方人差不多 对 然后只是我还有看到就是 他们如果有来看他们的亲人的 就是可能类似我们的清明扫墓节 他们的方式 一样就是一样会清扫他们家人的那个木嘛 然后我看到大部分西方人 就是我看到这部片里面 就是他们会就是带了很多的鲜花去 而且他们每一年的鲜花也会有那个 选的东西啦 选的花啦 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跟东方 我们这边可能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我从小的印象当中 好像家里面的人 如果去扫墓 好像都要准备很多的食物吧 对我印象中就是准备很多东西 可是这一点就是 我看到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我看到他们那个整个墓园 看下去的时候拍起来 都是鲜花很多 所以我觉得那个也蛮漂亮的 对然后蛮庄严跟神圣的 然后里面他还有一个镜头是 有家人去类似扫墓 去墓园看他们的家人的墓嘛 然后可是他们发现 他们贡花的那个花瓶上面啊 都有不知道是谁还是动物 就杀妞在那个花瓶里面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墓园的管理 管理员类似保全吧 去讲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影片当中 他就是有拍到类似 我不知道是流浪汉还是 还是不知道什么人啊 感觉比较像流浪汉就会在那边睡觉休息 然后他们的回答就是说 因为这边比较凉 对因为这边比较凉 然后他们就会在这边休息 可是可是那个家属当然是抗议啊 他觉得说这里是一个很安宁 安静安详的地方 我是来追忆我的家人的 然后我来带花给他们的 那甚至带一些贡品来的 那大部分是带花来的 那为什么会有闲杂人物在这边休息啊 还在这边花瓶上还有看到 有尿啊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 往生者是很不尊重的 而且我觉得 无论你有没有因果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人 或这样的流浪汉 或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是觉得不太好的 对我是觉得不太好的 所以当年是希望 不论是在哪一个地方的墓园 所谓的保安人员啊 可以做更多的巡视 那还有就是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 去发挥这样的功德啊 道德啊 不要在公共场所 随意的乱大小便 对我觉得 尤其是在墓园这种 很安宁神圣的地方 庄严 我觉得不太尊敬 对我在里面有看到 这个片段 那我看完这部片的想法 我是觉得送行者的日常对话 他们对日常 他们日常对生死的 看淡啊 及想法 我觉得都非常的平淡跟正面 然后他们所做的工作呢 也是到安葬啊 告别式啊 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流程 他们是帮人 帮就是在世的人 圆满了很多的后世 然后除了圆满了在世的人 也圆满了死去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 我觉得很 我觉得也是很神圣的一个工作啦 对 那我今天就想做一个简单这样的分享 我也希望如果你没有很忌讳谈生死问题的人呢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该怎么样子的去面对跟准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程 那我希望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享受跟尽力的办好我们的每一个角色 然后让我们的灵魂呢 是不断的成长跟充电 那当我们死后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的肉身已经死掉了 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灭的 我们的灵魂永远是永生的 那不要忘了灵魂它是可以不断不断的进步的 不论是你在哪一个空间里面 是可以继续做这样的进步的 那我希望大家对生死这个议题呢 也不要这么的恐惧 说不恐惧呢 当然我还没面临到 那或许我也会恐惧 但是我觉得至少我是比较可以在谈 就是我可以谈论生死的人 对那很多人对于生死呢 他会有很多的恐惧啊 跟很多的避谈 就是避免去谈啊 就是这是忌讳啊 什么的 但我觉得其实人生最重要的 其实也就是生跟死嘛 对那生着的时候 然后活着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就是尽力 做好我们每一件事情 然后做好我们每一个角色 那当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呢 我们或许有自己的信仰啊 我们也不再那么的惧怕 然后可以让 最后一个旅程可以做得更完整 更完满 那不论是让在世的人 或死去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 那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小小的分享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也谢谢你们的陪伴 跟今天的聆听 谢谢你们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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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